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什么事啊 我可能要搬到厉重谋家住一段时间 我这一直以为你会和向俊有个结果 谁知道你还是选择厉重谋了 你确定啊 我跟他结婚了 你跟李正宝结婚 别吵 我跟谁都没说过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不是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 是不是李正宝那小的不让 不是啦 是我自己不愿意让他说的 你 我跟李正宝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行吧 我走了 到了南京我给你打电话 到了南京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许急 有些事不是着急就能办的 你干净了 干净了 哈喽 喂 我是梧桐 是你啊 我找向俊 他在洗澡 三啊 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事 算了 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他 也没什么 就是我看向俊好久没有来公司了 所以打电话问候一下 正啊 那我一会儿跟他讲 谢谢 梧桐 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我爸现在有个非常好的项目 正在找人合作 我希望乡俊能来 可是他一直不肯点头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我 是啊 我觉得你说的话他可能会听 这次对向佳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他错过了就可惜了 可是 我说的他未必会听啊 他有自己的想法 无论如何你就试试呗 说不定所有人都觉得行的话 他就能答应了 相云伯伯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合作的 就这么说定了 你要帮我 拜拜 用我电话给谁打电话 谁啊 梧桐 快 把头发吹干 别感冒了 好啦好啦 别推嘛 真是倒霉 居然遇到大雨 刚才谁说的 人比雨中其源浪漫邂逅 这回又埋怨 快去吧 喂 你找我 你怎么还没人 Joy 我来说 你怎么回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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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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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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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